上旅遊的人有什麼好選擇 4月1日就好一點 因為熔斷機制方面放寬了 多了一些朋友可以回到香港 有些學生都很積極地預約機票 詳情又如何呢? 接下來升學方面的情況又如何呢?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英式教育執行董事陳思銘 Samuel HelloSamuel 你好 早晨 早晨 你好 早晨 早晨 首先看看政府方面 其實現在就是4月1日 開始放寬熔斷機制 其實入境的限制 對於海外留學生來說 有什麼影響呢? 就你了解這個情況 不是啊 影響都很大的 這段時間通常就準備放寬折假 中小學的學生本身 原本都未打算回香港 因為過21天的阻力就很大 變了7天 上個星期有很多家長打電話來 預約酒店、機票 但是很多情況都是他們 改不及他們的行程 因為防疫的酒店都佈到7、7、8、8 嗯 那是不是因為要有個防疫酒店 才能夠成功訂到房間 才可以回來的 那現在一房難求的情況 是不是去到五星級那些都不要理了 有房就照理了 都不可以的 其實都未預約到 還有很多時候 他們本身在那邊預約了一些 一些監會人 都改不及了 但是都很開心的 起碼是暑假他們就有個捐料上 嗯 但是現在是有沒有 就你了解一下 有沒有些人已經開始佈處 暑假的情況呢? 有啊 要啊 其實因為那些酒店都 暑假都爆 那過往呢 即是在海外讀書的留學生 我們一般都想應該應該 可能是十幾歲 即是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但是近年我都見到 即是有些朋友 boding school 很小的 十歲左右 已經是去了英國那邊讀書 那其實這一類 即是比較年幼一點的留學生 其實那個安排上面是怎樣的? 其實 問得很好 我想十二歲以下的學生 現在回香港 就要一個成年人 一個打了兩針的成年人 去帶上機 那其實那些安排 都有一些 叫做 不是說 指引不是太清晰的 某些航空公司 就可以有UM安排 即是它會安排學生 可能坐在機尾 就有空姐姐姐帶她上機 回香港 但是就算這個安排之後 回到香港 不是每間酒店都給 12歲以下的學生 自己一個人住 可能要求有姐姐 或者互進去一起同住 我想回來的家長要留意清楚 你要找到正確的航空公司 和正確的防疫酒店 因為獨留子女在家 年齡是16歲的 其實大家都不太知道 現在知道了 香港這個法例 都可能是過時的 現在16歲是曉飛的 真的自己 不過都要遵守這些規定 但是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大家都這麼趕著 要回來呢 在學習上 是不是停留在海外 已經是習慣了呢 我自己也覺得其實 都習慣了 我自己表妹其實都是英國讀書 剛剛九月過去 她十三歲 她都整年沒有回香港 不好處當然是很少見到家人 但是其實那邊已經 與病毒共存 所以她那邊也很開心 有了心理準備 我們現在送學生去英國 都給她們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可能你半年 或者一年都回不了香港 嗯 但是那邊不是很流行戴口罩 英國的朋友拍照 都是沒有什麼防疫概念 好像大家當真是病了就病了 那是否要有這個心理準備呢 那這樣看你什麼年紀 那大學生你在城市裡面住 就一定不是香港那一套了 已經好像回復正常生活 但是你去到Borning School 我又覺得很多時候都是些父仔 那她本身已經是有個社交區 因為很少人在那個城市裡面 我那個表妹 我看她們的照片 我又很安心 做家長的角色 是很安心的 始終人口不是香港那麼囂密的 有些地方 我想問近年 劉英的學生 是不是年齡有下降的趨勢呢 上升 是上升的趨勢 不是就是年齡下降的意思 數量上升 數量上升 年齡下降 年齡下降 年齡下降的 我想因為BNO情況 多了家長 以前就送去 只是寄宿 現在就 day school也可以 state school 即是公娜婆婆也可以 所以我們看到 波頂最小可能7歲 不是波頂可能 5歲 再小那些 其實都 7歲即是我兒子 是啊 我想問一下 家長方面 如果真的要選擇 上面怎樣選擇 還有什麼月份 其實報這些學校 才是最為恰當的呢 嘩 選擇很多 這裡可以多改幾個小時 我想準備上 要做很少準備 如果你報寄宿中小學 或者私立學校的話 往年可能一年前準備已經夠了 現在 可以的話 兩三年前準備會比較好 因為有些 比較 排名高 或者比較以前 highly sought after的學校 已經將他們的修身門檻 提高了 或者 或者再早些去篩選學生 那如果你是報 state school 即公立學校的話 就要很留意 那個 公開時期的 十一plus的年齡 可能九歲半就要報名 或者 留意個右偏 因為派位 如果派位的話 你住在哪個區 很影響你的 入學的機會 即地址很重要 是嗎 地址很重要 沒錯 嗯 疫情之下有沒有影響到 這些學校收生的標準 甚至可能面試方面的情況 都會的 因為英國學校知道你 學習受影響 可能你的火圍活動也受影響 以前可能可以看到你很多 sport music等等 現在就知道 香港很多時候都是online learning 它看多了你一些 統一進學校的考試 譬如Excel 一些距離的評估 亦都飛不到來香港 這個很重要 以前他可能九月十月回來 連見學生 現在就全部變成online 可能都是早了開始去見學生 因為知道現在要online 但是學習模式 香港現在我們都習慣了用網課 即是連體育課都可以網課 對著iPad 音樂課都可以網課 動手動腳 但是在英國的學習是怎樣呢 他們復償了沒有 還是都是一半網課 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今年就全部都是年教 沒有網課 考試 甚至乎 最大改變就是 去年前年都是A-level GCSE 即是他們的 入學 不是 他們的公開試都變成 用 他們沒有考的 他們用一些 平常的grade去grade 你 今年就全部都回復正常 香港這邊 DSE如無以外 應該是下個月22日開考 疫情之下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一些改動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報讀海外大學 其實考生怎樣可以兩手準備呢 我想最重要是英文 因為如果真的考不到的話 香港就可能第一次要用他們的predicted grade去報大學 但是學生反而準備不到 因為這個交給考評局 跟各大大學去溝通 但是英文 學生可以考定IELTS 因為以往 就可能你夠四分就不用考英文入學 英文那個時候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早點報IELTS 還有 英國用一個聯招系統叫U-CAS 早一點去報定U-CAS 用這個聯招去報大學 是比較恰當的 現在疫情是否在IELTS之外 還有一些新興的 英語評核的考試模式呢 多些用了網絡方法去進行這個評核 都會的 但是大部分院校都是要考IELTS的 有些大學可以在家裡用一個 另一個英文考試 但是排名比較高的大學都要IELTS 算是UKVI 這是檢証要求 目前其實是報讀海外大學 其實是甚麼時機才最適合呢 那個時機 時機 時機通常就要一年前報的 去1月 以往是15號 現在是20多號是截止的 但是 一路其實可以報大學報到 8、9月還有一個clearing的階段 但是有些很熱門的學科 譬如 OT、PT那些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 這樣就會敷了 那如果你報這些熱門的學科 就早一點 通常現在哪些學科 比較受香港學生歡迎的呢 我想 Health Science related 就是OT、PT很受歡迎的 以前可能 醫療、藥劑這些學科 法律 雙科都受歡迎的 但是近年我見到一個 就是 比如Complete Sciences 就是電腦 Data Management 都有上升趨勢的 嗯 香港有調查 學友社 問到應界畢業 DSC考生 就 願不願意回內地升大學 那四成都會考慮 那這方面的查詢 對於你們來說 多不多了 他們應該不是說真的那麼多 他們多數會查詢在英國 向Samuel 其實你看看比例上是怎樣呢 我們 以前去英國 我覺得最大的上升是中小學 的數目 往年整個香港是 一千六百多人去英國 讀中小學 那只是去年 布施立的 中小學 找我們也有過千學生 那麼 State School 也有一千人 所以那個上升大概是二倍數二計 反而去英國讀大學的學生 都是Study 對我們來說 即是穩定一點 沒有 是穩定一點 沒有一個很大的上升趨勢 嗯 但是就在年幼那邊 一些中小學上面的上升趨勢 其實你自己看這個上升趨勢 會不會持續呢 我覺得是會的 尤其是 我們見家長多 應該很了解到家長的看法是怎樣 可以分享一下 是啊 因為很多家長 有這個心想送小朋友去英國 這幾年 但是他們 可能學生的年齡未夠 他們資金未夠 或者他們 整個家人去移民 已經有一個延避的 因為延避的效果 去讀書比較簡單 但是你整個生活去 要去移民 去那邊住的話 是很大的 很多的考慮 很多的考慮 所以 我覺得 很多上兩年想去英國讀書的家庭 可能會在未來一兩年去 因為有一個延避的效果 嗯 其實你 接觸那些家長 是不是都其實有計劃去移民英國的呢 先放一些子女過去讀書 嗯 都會 我們見得到就是 我想 香港一向都有個 喜歡去英國讀書的文化 跟我們的證明地歷史 可能跟我們的文化有關 身邊當然有些朋友去過英國讀書 這兩年 多了的就是多了媒體去報道 透明度多了 香港家庭 認識多了 門檻也都低了 因為 以前讀書 三四十八年 現在可能去英國 你讀 state school 免費 那 住就可以封劍有人 所以 是會 令到去英國讀書 吸引力 增加的 我想問大城市比較受歡迎一些 還是二三線 城市比較受歡迎一些 特別我們看到 英鎊的匯價和高峰期 可能對港幣 對到十六 現在都是十元鬆一點 其實英鎊的趨勢 持續跌下來 會不會都是令到多了人 去考慮英國讀書 都會的 因為 你說的 我以前讀書是十六 現在最高 我記得最高 我去旅行的時候是十三 之後又升到十六 這些位置 其實現在是十元鬆一點 是呀 但是學費是不斷升的 所以 其實 為什麼有人說 去英國讀書幾千 三四十萬一年 其實 永遠都是三四十萬一年 因為 那個榜是這樣下 學費是這樣升 近年的加幅是怎樣 如果你剛才說 英國方面 其實那個學費是這樣升 私立學校 對上十年 其實都加了二十幾% 但是 大家不太覺得 因為那個榜是這樣下跌 所以 這個情況 大家可能 看著那個榜下跌 都要留意 學費那個 升幅是否顯著 剛才都問了你 現在 多數人是選擇大城市 還是二三線城市 特別是 比如你去讀書 其實都需要 可能有些 可能家人會陪他去 有沒有一些 連在一起置業 會呀 大城市 我想 因為 倫敦周邊範圍 八名韓就很受歡迎 在這兩年 甚至乎去到雷丁這些地方 一個 倫敦的 一個小時 我們叫做 commuted town 可以回去上班 可以回家 一個小時內 做到的 這些地方都比較 受歡迎 但是 看你是讀 看你是紀宿 還是去英國 移民 大城市當然受歡迎 因為家長要上班 但是其實紀宿學校 就是紀宿私校的話 其實又不需要去大城市 所以你去到什麼 West Country 東邊 兩三個小時 車去到倫敦的地方 其實都多家長選擇 比小朋友 可能 十三歲以上 我覺得 就多些選擇紀宿學校 嗯 但是學生去到當地 有沒有聽到 有些適應的問題 除了語言之外 種族 或者校園 和社交的關係 這些 有沒有一些獨特 要準備定 一些經驗 有啊 我想文化上 是有個 cultural shock 對香港學生 尤其是 如果你在香港 習慣補習 習慣了 所有事情 都由媽媽幫忙 計劃 就是有人照顧的 有人照顧 你去到那邊 你發現 為何永遠不用補習 的 校園好像很輕鬆 很free 但是 我想 越小的學生 去到這些學校 就很快適應的 你可能去到 如果你是 十五六歲的學生 去到英國讀師校 你選一些很 很荒蕪 很偏僻 亦都很英式的學校 那文化上 會有些時間 要準備 嗯 但是 學生去到其實 那個 要銜接 就不是太 太過 不同 我想中學 那個學習 過程 學習的模式 跟香港分別大些 嗯 剛才你提到 趨勢可能幾歲 甚至五六歲 都有 就算是五六歲 十一二歲 都很小 去到適應 生活上要自立 或者去面對 跟同學的關係 這些 多不多 這些特別的問題 都會 每年九月十月 我來最多 家長 學生打電話給我們 最多查詢這些 對 其實給時間 就很快適應 我覺得 這兩年的挑戰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多學生 都去了那邊 讀政府學校 我想提一下聽眾 就是 以往我們經常說 他應該讀書 其實我們一直了解的 一直aspire的就是 私立技術學校 公立 還要是入校的話 其實跟他們的想像 他們一直認識的 教育制度是很不同的 尤其是英國都有它的社會問題 都有它的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文化 如果你就這樣派位去到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地區 就是正如香港 你選擇學校網 其實也有些學校好 有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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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學生回來的 feedback 是特別辛苦 去適應的 私立學校 和公立學校 其實在教育制度上 有些什麼不同 很不同的 我想首先 學費不同 就是私立學校 就可以去到 只是 入校都要15、6萬港幣一年 一年 寄宿甚至乎3、4、10 那 為什麼英國人 讀書免費都要讀私校呢 可能那個資源上的分配很不同 小班教學 一對八 一對十幾 和一對三、四十 那時間表不同 私校可能是 很全面的 就是下午很多活動 運動 很多 就算私資 都很不同 就是 英國有個 一直以來的 其中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社會 學術的資源分配都不足 就是所有 很多資源去私校 但是公立學校 其實又不是說一定不好 英國也有 中間 怎麼做文化學校 所以如果你要去英國讀書的話 最重要是問清楚 又問一些專家意見 自己又做一些功課搜集才行 作為家長 都真的要出去分離 今天多謝了 就是陳詩明 多謝你先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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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